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民国初年政党的情况 上次我们说到,国民党人他们策动二次革命 所以呢,国会议员就纷纷提出了质问案 国民党人他策动二次革命是以江西发动最早 1913年7月12日,李烈军正式起兵之前 江西和湖北之间已经是剑拔弩张 1913年5月中旬,共和党籍的众议员张大新、张伯烈、石公九、胡尔公等二十人 在众议院提出质询 说江西的军队侵入到湖北广基县五穴一带 江西的米不准运到湖北 湖南的米和煤也不准下运到湖北 正是想把湖北置于死地,不知道是何理由 另一方面呢,国民党籍的众议员徐秀军等人就质问 关于政府为何要调兵聚集在五穴 而在李烈军被免去江西都督的位置之后 国民党籍的众议员龚正、马如飞等人 也对李烈军被免职提出质询 二次革命发生之后呢 国民党籍的议员认为南方起兵 这是由于袁世凯失职违法所造成的 所以他们一面促请袁世凯退位 一面呢,却说双方停战 他们推举了浙江籍的众议员 朱甫成和进步党进行接洽 但是进步党呢,则持相反的态度 甚至在众议院提出了征讨案 国民党为了抵制,由韩玉晨领衔 在参议院提出了袁世退位案 联名签署者数十人 由于双方的争执和掣肘 两个提案都没有能够成立 即便如此呢 国民党籍的议员仍然占据国会 和袁世凯政府进行合法的斗争 也为军事讨员进行声援 在这个合法的斗争过程中 邹鲁等人在众议院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们在国民党策动二次革命期间 在众议院就提出了 弹劾国务员全体失职违法案 案中呢除了重申之前所提出的 违法借款案 俄蒙协约案之外 还指出军纪颓废 行政萎靡 预算不向国会提出 制定官制官规 不经国会决议等等 而且对于二次革命期间 袁世凯肆意的搜捕人民 和干涉人民的言论 结社通讯等自由 更是多有攻击 但是国民党提出的这些弹劾案 因为受到进步党的撤肘 根本没有办法在国会通过 众议院中的重要的党派冲突 大多数是发生在国会成立之初 到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期间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之后 袁世凯政府更加是肆无忌惮 那么对于议会政治 富有理想的进步党人 为了制限 就开始有了和国民党人合作的趋势 而国民党籍的议员 鉴于军事反原的失败 也想让国会成为最后的基地 所以他们也要联合其他的党派 来巩固国会 在这种情况下 国民党进步党这两个党 就由政治事件的对峙 转而将注意力放在共同立法上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 对于中华民国的第一届国会 冲击很大 1913年7月1日 参院的议长张继离开北京之后 也劝程泽权 谭延凯 孙道仁 各省都督 惦请议员南下 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后 张继还从上海 发给北京参议院一封电文 劝使全体的参议员 牵出北京 择地再开参议院 共同讨员 他发出这个电报之后 那么袁上凯政府 就把张继认为是和李烈军 黄兴等人同谋作乱 要颠覆政府 所以严厉通缉 8月15日 参议院有议员提出 要取消陈其美 谢迟 张继等人 议员的资格 1913年5月17日 国民党籍的参议员 谢迟 他被军政执法处逮捕 根据军政执法处的调查 谢迟和黄辅生 在北京组织雪光团 从事革命活动 黄辅生是团长 谢迟为财政部长 周宇爵为实行部长 黄辅生在一个月之前去上海 所以该团的主要事务都是由谢迟主持 不过雪光团的秘密活动 被天津侦探队查获 当时他们支会北京军警 在三磊河将周宇爵抓获 并且在他的家中 搜获雷管两枚 炸弹树科 炸药一箱 另外还有名册一板 上面有成员四十多人 其中四川三人 广东三人 甚至都是直立人 周宇爵在被捕之后 将内容进行供出 并且说谢迟是在北京的主谋者 所以军政执法处将谢迟抓捕 谢迟被捕之后 张继写信保释 说议员不能随意逮捕 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 将谢迟释放回参议院 让他听后传讯 参议院对此事进行了查询 并且要求政府出席答复 政府说此案纯属司法问题 政府不负责任 没有义务出席答复 到了5月中旬 国民党各省都督 对于军事桃园 已经有所准备 这也引起了雍元派的关切 刘兴南、曹汝林、丁世毅、王家湘 陆东宇等19人 在参议院提出议案质询 说江西都督李列军 安徽都督百恩卫 以剿匪为名 发布动员令 向商民乐借军饷 向外商借巨债 此外呢 陆明健、陆宗渝等14人 也对李列军的拥兵殃民 提出质询 说李列军 借着宋教人案 借款案作为口实 阴谋叛乱 对内呢 则是征兵征税 扰乱地方 所以要求政府 言语查办 二次革命爆发之后 永远派在众议院 也提出了政讨案 国民党人韩宇晨 在参议院则提出了 袁世凯退案 意图签止 不过韩宇晨的这个提案 在参议院 遭到了进步党 共和党 郑友会 朝燃社等议员的反击 他们由陈明健 王家湘 姬中银 张汉 陆宗渝等五人提案 孙宇军 丁世毅 兰公武 王庚 等八十人联署 提出了 将破坏国县 辅助乱党之议员 韩宇晨 惩罚案 虽然这些提案呢 都没有最终成功 但我们可以看出 那个时候 反员和雍元的两派势力 在国会中的斗争 是非常针锋相对的 1913年10月4日 袁世凯借着国民党 在虎口 兴兵作乱为民 下令解散国民党 并且追缴 国民党议员的正书徽章 当天被追缴的人 参议员129人 众议员225人 次日继续被追缴的人 参议员3人 众议员81人 一共呢 众议员306人 参议员132人 这就导致两院的残留的议员 照常出席 仍然不够法定人数 根本不能召开国会 事情发生之后 残留的议员 认为应该继续维持国会 但是呢 他们分为三派 一派是纯粹的法律派 说议员受约法 议员法保护 政府不应该随意撤销 议员的资格制权 认为那些被追缴了 证书徽章的议员 仍然是法律上的议员 政府不得已暴力干涉 国会应该照常开会 另外一派呢 是纯粹的政治派 他们认为政府 既有命令追缴 议员证书徽章的事实 断不能收回承命 应该设法让政府 认为 敦促各省 选举总监督 复选监督 令候补议员 迅速地逮捕 满足法的人数 这样自然可以 照常召开国会 第三派呢 是调和派 他们说政府 10月4日的命令 应该算是违法 但是如果按照 第一派的主张 政府必不能承认 维持国会的目的 难以实现 如果完全按照 第二派的主张 选举逮捕议员 费时费力 仓促不能召开国会 而且被追缴的议员 很多在 二次革命爆发之前 就已经脱党 或者没有脱党 也已经加入 其他的党派 和国民党 断绝关系的人 如果不能恢复 其议员资格的话 没有办法服众 所以这第三派呢 就敦请政府 一方面实施 10月4日的命令 但是呢 但凡在 二次革命爆发之前 已经脱党的人 请尽快地 发还其 证书徽章 如果已经加入到 其他党派 和国民党关系 断绝的人 也请政府 着量地发还 这样两院 就可以满足 法庭人数 照常开会 关于这三派的观点呢 第一派 不承认 政府的违法命令 照常召开国会 这在事实上 根本行不通 因为在 政府发布命令之后 就已经派有 警官多人 在议员门口 检查出入议员 有无徽章 如果证书和会章 已经被追缴 那么这样的议员 根本没有办法 闯入议员 进行开会 第二派所说的 逮捕议员 这在时间上 根本来不及 那么第三派 所主张的 将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 已经宣布 和国民党 断绝关系的人 恢复其资格 这还具有 一定的可行性 当时已经有 两三百人 先后给两院置信 说他们早已脱离了 国民党 和二次革命无关 请求议长 设法 恢复其资格 当时参与了议长 王家湘 重任的议长 汤化龙 就把查明 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 就已经登报脱党 并且有 反对乱党的 证据的 一百六十人 这些人的名单 送给了政府 但政府呢 却说 议员脱党 往往是今天登报 明天取消 不足为凭 所以必须以 登入政府 公报的人 为准 但这样一查下来 合格的人 只有二十多人 根本无济于事 由此可见 当时以 袁世凯为首的 政府 就是在为难国会 那么一看 维持国会 不可能 所以当时 国务总理 熊锡林 司法总长 梁启超 刚开始都主张 干脆解散国会 他们主张 解散的原因 一方面 是因为 维持国会 一定不可能 另外一方面 万一维持成功 议员必将此次 破坏国会的责任 诉诸于内阁 而好不容易 组织起来的 进步党的内阁 就会被解散 倒不如先行 解散国会 比较方便 但袁世凯呢 他没有办法 直接解散国会 只能让国会 自行消灭 因为在约法上 规定了 政府并没有 解散国会的权利 而这次追缴 议员的证书徽章 本是以处分 国民党党员的名义 如果袁世凯 直接解散国会 那就是公开的 肆意践踏约法了 这就太过明显 同时呢 按照各国的通力 解散国会之后 政府必须担负责任 在一定期限之内 再行召集 而袁世凯 政府并不愿意 再进行 这个繁琐的工作 所以呢 他对国会 既不明令解散 让国会自灭而已 那维持和解散 都不可能 所以就诞生了 第三种说法 这就是对国会进行改组 不过对于国会改组 当时也分成了三派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